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一位原贴者刚刚分享了一段 类质女王在德国拍摄的新视频 这是这个标志性部分的母后花絮 也被摄影师拍了下来 秀贤和姐你为什么要搂着手臂 还有他们中间的闲聊 天哪他们看起来真浪漫 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秀贤说她在德国拍摄时感到很大的压力 差点逃跑了 看看这个 他们必须在一国他乡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恩爱并多次亲吻 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秀明都对志愿拍了男友照片 就像他在以前的采访中提到的那样 德国真的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今天类质女王的制作公司突然更新了 这意味着什么 发生了什么 制作公司也在磕吗 或者说真的快要宣了 一开始是一个随机账户 突然发布了秀贤和志愿在德国的幕后花絮 Steel Deal Dragon突然发布了海人和闲鱼聊天的照片 还专门在里面提到了金秀贤和金志愿 Tag了他们的账号 没错是的 暗中标记了秀贤和志愿 更奇怪的是最后删除了他 他不删我觉得没啥 他删了反而我觉得有事 他们在做什么 粉丝们猜测 如果他们计划将海人和闲鱼带到KCON德国怎么办 据悉Steel Deal Dragon是CGENM的子公司 他们将于9月28日和29日在法兰克福举办KCON20S 秀贤不是也在粉丝见面会上提到过 想再去德国法兰克福吗 果然是一次德国行 一场德国情 Eder发布了有金秀贤主演的新广告视频 和往常一样 他的出现总是令人着迷 然而粉丝们注意到 这对他来说是完美的广告 因为他符合他的徒步旅行爱好 粉丝们不禁将他与志愿 也想去徒步旅行的愿望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有一天志愿分享一张 与他的搭档代言的产品的合影 那也不足为奇 与此同时 最近一位在2002年FIFA世界杯期间 拍摄场景的Knock Off中 担任临时演员的工作人员 分享了他们与这位演员合作的经历 当然他们的证词并没有令人失望 关于金秀贤新剧拍摄这个群演 我们可以看出秀贤确实是非常善良的人 改片有一个拍摄场景 背景是2002年世界杯 他说到为金秀贤当了一天的临时演员 这是我第一次在韩国当临时演员 还有机会观看了KSH新剧的拍摄 可惜的是我们不允许拍照 不过姑娘们我让大家好好看看她 她的头真的很小 脸也太帅了 女主角也很漂亮 虽然拍摄了12个小时有点累 但这是一次苦乐参半的经历 我拿到了报酬 还近距离看到了名人 在DC上有人把金秀贤和今年结婚的大古祥评对比 说哥现在脸上充满了新郎的能量 90%左右推测哥快结婚了 今天偶尔刷到奇迹花园的物料 2012年4月5日的节目 金秀贤在《雍跃一炮而红之后》上TVN的综艺TAXI 在节目里说道对自己的期望 能拥有成熟男性的光环 2024年Netflix类王的发布会上 金秀贤大赞志愿有某种光环 金秀贤大概是自带光环探测功能 话说他以前有这么称赞过工作搭档吗 志愿在他眼里得有多少光环 这个光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关于大金小金的猜测我猜在一起了 屡屡时间线 估计在德国时两人在异地 拍了很多亲密且甜蜜的戏份 就是很自然很行动的情愫 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回国后拍戏时 彼此好感逐步加深 当金志愿拍完他的戏份后 金秀贤表示心里很落空 后来金秀贤自己戏份杀青后 估计一直没有走出来 拍完戏后估计二人私下也有联系 估计暧昧期参难时未捅破窗户指 《类之女王》上映后 秀曼变成了日更博主 2024年3月10日 金秀贤发了自己和两人浑纱照的合影 2024年3月24日 金赛伦事件 转折点 金秀贤公司第二天做出了回应 估计就是这个阶段 金秀贤向金志愿做出了解释 之后两人经过思考并确定了关系 2024年3月31日 金志愿发了四叶草的二张图 常年不发动态的哀人 发了此条值得可疑 2024年月6日 邢秀贤更新了快拍 也是四叶草一张作为回应 2024年4月13日 金志愿发了德国河边照片和冰箱贴 间接发了二人合照 2024年4月16日 剧本事件大家发现了秀贤的剧本上贴了两人的贴纸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2024年4月16日 金秀贤发了两人剪刀手合影的照片 2024年4月21日 金秀贤发了寻衣草原给志愿撑伞和寻衣草花的二张照片 2024年4月22日 孙一珍也发了四叶草的图片 估计也在科 2024年4月24日 金秀贤也发了在德国河边照片和志愿呼应 2024年4月27日 累之女王钟应验 在最终验的时候 估计二人就已经私下在一起了 估计当晚聚餐时 大家都在起哄 当天中午 其实他俩拍摄了笔心的那个视频 两人根本无法对视 害羞 有个笔心动作手还贴一起了 所以才有了几天后 张母娘演员在金秀贤露肩膀的那张ins下留言 2024年5月1日 在剧都播完的情况下 金秀贤还在更新ins 并且发了圣诞出血的那张照片 金秀贤还置顶了张母娘的那条评论 已经不悲人了 前几天有个两人互动的广告 估计能这样互动 肯定经过了双方本人及团队的同意 才会捆绑在一起 要不然以两人低调的性格 不会炒CP营销的 2024年5月5日下午 两人几乎同时前后隔两分钟更新 最关键的是小金发的照片 几乎和大金之前发的都能对应上 之前看了韩国神婆的测算 也说他俩会在4月有感情突破 好激动的 这一句的后劲来自于二位演员 真的磕得停不下来 如果他俩不是真的 没有在一起 以后咋也不磕CP了 最近堂点总结一下 就是有新鲜德国花絮 抱抱搂着猫猫 还闻猫猫头发 猫猫FM指了无名指 制作公司发了白红内容 但是打了抱抱猫猫的tag之后 删掉又发了没有打tag的版本 那个花絮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很甜蜜 难怪秀贤一直忘不了德国呢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只用了两台摄像机 陪同的工作人员 以及金秀贤的一个经理 一位德国摄影师武艺中拍下了这一刻 并认为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对情侣 与外景拍摄的少数工作人员一起 路人误以为这不是在拍韩剧 而是为了其他目的拍摄的也不奇怪 并且展示了从婚礼到蜜月的有序场景安排 在两位演员超现实而又充满感情的拍摄角度下 创造了难忘的回忆 让大家记住了那年7月在德国的美好时光 两个人靠那么近相互搂着 小手还牵着 两人还在说悄悄话 超级模糊的情况下 也能看到哥们刺着个大牙 所以Tier聊了些什么笑这么开心 此外金秀贤还在此前的采访中说到 这是他对女友最想做的动作 数一下加上俩主演 整个在德国的剧组的成员不超过10个 难怪会出现那么让某人印象深刻的事 好像终于理解了他这么喜欢德国的原因 这两天在其他地方 有刷到不希望他们公开的原因 有人说会影响小金的事业代言之类的 我觉得他不是爱豆 靠实力说话的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演员们除非被路人偶遇爆料 或者和报社没谈拢 不然一般不会主动官宣 除非结婚 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小金不希望公开 应该是不想影响大金的新剧吧 若公开所有焦点都落在双金身上 新剧不多不想都会被影响 TVN绝对藏了很多好东西 都能当直接证据那种 TVN你小子憋得这么紧要干嘛呀 谁家剧完了几个月后还有新路透啊 你小子憋得这么紧要干嘛呀